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如果有情绪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训练到那样的境界 你的心还是有贪嗔痴 你没有办法充满智慧慈悲 所以你还是个凡夫 怎么办 无论你察觉到自己在生气 起烦恼 还是心在忧悲 烦恼恐惧不安 你都用原来心是无常的概念 来化解 按照这样观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 你的心是很容易静下来的 很多人没有办法跳开 因为他们把心当自己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 就是忘心 心念 你常常把心念当成你自己 其实 心不是你的 身不是你的 你的家人 财产 也不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 你就可以做主 否则 就不是你的 外面世界的变化 你不能做主 你想你的身体不老 不病 你不能做主 你叫你的心 不要起烦恼 你没有办法做主 由此可见 他不是你的 注意到身心世界 不是自己的 这种智慧 一般人很难接受 这个部分比较深 就叫 般若智慧 叫 诸法无我 这个部分 我们且不讲 先教你能懂的 你们事实上 不会否认 静是无常 不否认身体是无常 也不否认心是无常 但是没有人开悟 因为你们观得很浅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一直讲 当他告诉你 第一个方法之后 你不能开悟 他很有智慧 很慈悲 又告诉你第二个方法 不行 再告诉你第三 第四 第五个 讲到最后 就叫 八万四千法门 因为你有八万四千烦恼 故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法 即方法 就是对峙你的心 告诉你方法 来处你心中的病和苦 你要从第一个层次开始观 你看到这个茶杯 它是形成的原因 还是已经形成的结果 结果 你看到你的身体 看到外面那棵树 都是一种结果 你的心 也是一种结果 为什么 你在生气 生气已经产生 是一种结果了 你要探讨你为什么生气 这 就是原因 结果比原因 更容易观察 故 凡夫为果 菩萨为因 菩萨智慧比较高 他能看出那个因 我们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才问为什么 或是该怎么处理 我们就是凡夫 结果比较好观察 但你这样观察 你的执着 还是不能破 接着 就叫你观察 形成那个结果的原因 这就不简单 比如 我叫你观察 那个境界 你可以先听声音 比如 为什么有风声 以佛教的说法 叫因缘 必知佛 要学十二因缘 那叫必知佛的智慧 主因 跟助缘 合起来叫因缘 换成一般人的说法 即因缘和条件 这世间 所有一切 形成一个现象 它一定不是 只有一个原因的 所有的原因 都不可能单一 而成立的 既然如此 光是从主音 跟助缘 就两个 但这个助缘 跟主音 本身就有 很多条件形成 只有智慧 很高的人 才能把它 分析得很详细 你之所以 听到风的声音 最少有三个条件 一 空气 因为风 风本身 就是一种气流 二 摩擦 风没有声音 它要撞击 摩擦 才有声音 三 你的耳朵 要听力正常 这三个音速条件 气流是长 还是无常 无常 物体和耳朵 是长 还是无常 无常 答案已经出来了 形成的原因 本身就是无常 形成的结果 怎么会是长呢 比如这个房子 钢筋水泥瓷砖 都是无常 这间房子 怎么可能会是长 这就更深了 因为你是从形成的原因来关的 形成的结果 你已经关过了 但你还是没有开悟 接着 你要再观察 更深一层 形成的原因 本来就无常 从外面的境界去练习关 不要复杂 你听声音 就观察声音 怎么来的 怎么形成的 然后知道 这些形成的条件 本身就是无常 文后思维 如何观察 身心世界 形成的原因呢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感恩